一提及印度人的生活,大家肯定会想到脏乱差 因为从国民GDP收入来看,2017年我国的GDP已经超过了印度三倍以上 在人口基数相同的情况下,平均每个中国人拥有三个印度人那么富 但这并不因为中国富人就比印度的富人更富 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一个实行种性质的国家 整个国家分为高种性人和低种性人 在经济上,其巨大的贫富分化差距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据数据显示,整个国家85%以上的经济掌握在不足10%的高种性人手里 由于长期以来的种性质度深入人心 加上印度教对人心的统治 这个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国家,还能保持稳定也是一个奇迹 要说到高种性人到底有多富 印度首富,默克什·阿巴尼绝对具有代表性 来自2016年统计的数据显示 默克什·阿巴尼的资产为260亿美元,而同时期马云的资产为205亿美元 比加成为271亿美元,王健林为287亿美元 不过,实际和默克什·阿巴尼接触过的人都会明显地感受到 他所表现出来的富更带给人直观拼面的窒息感 提到印度首富的资产,一定要提一下位于孟买市中心的安提列亚豪华大楼 这栋号称世界上最豪华的私人建筑 正是默克什·阿巴尼厨子打造 整栋大楼共有27层,尾层都采用完全不同的设计 建筑面积共达11万平方米,共有图人600余名 可是真的有资格享受的仅有默克什·阿巴尼一家6人 据称打造安提列亚的灵感来源于 默克什·阿巴尼在纽约一家摩天大楼消费时所产生的 在摩天大楼欣赏到纽约城市的美景之后 他便打算自己回到孟买,也建立这样一座大楼 不过和预想不一样的是,在孟买的高楼上望出去 除了那些聚集的工业园外 事业可及之处更多的被大面积的平民窟占领 这和他在纽约市高楼上看到的景色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我们下期见! 到此外见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